中秋假期也為了避免 酒駕事故發生 警方是加強取締可疑車輛 高雄週末 今天兩天清晨 都發現有酒駕行為 其中一位駕駛 他是連續在好幾個路口闖紅燈 學員警要求駕駛下車盤查 發現他不僅是九側超標 還無罩駕駛 開出了六張法單 並且依公共危險罪 將他送辦 安民喇叭 提醒對向高速行駛的闖紅燈車輛 員警立刻迴轉跟上 不料這位駕駛又接連傳紅燈 和紅燈右轉 一路從高雄古山區滑下路 所以到中華一路 與美術東武路口 才終於停車等紅燈 兩位員警左右包夾 拔槍要求下車盤查 採剛下車就被聞到 有酒味立刻酒測 來 超標 走車子0.26 員警為避免迴歸駕駛 衝撞 立即拔槍 賀令下車受檢 這位二十二歲 莫姓駕駛除了酒駕 被依公共危險罪嫌 上靠送辦 還被開五兆駕駛 酒後駕車 酒駕後排兩年 紅燈右轉 兩張闖紅燈 一共六張罰燈 這起案件發生在十號 清晨三點多 而二十四小時前 中秋假期第一天的凌晨三點 林雅區也有類似案件發生 停車 停車 這位駕駛因為行車不穩 被巡邏警車示意 靠邊受檢 卻不願配合 駛滴示警後終於停下 一樣一下車就聞到酒尾 就如同原警所說的 還好有停下來沒有出事 酒後駕車傷害的 可能不只是自己 也可能是無辜的第三人 就算是中秋假期 也不能心存僥倖 酒後駕車 記者張雄 張子佳 綜合報導 好 謝謝